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齐福章 我是黄培硕 差不多大盘间又在破滴了 14167 那整个破滴的结构呢 我说最后这个脉动呢 因为这边有一组推动结束 那结束以后本来正常有机会反弹 对不对 整理一下结果没有 它小小的弹了一下马上又下来又破底的话 等于是这个最后这个脉动呢 它到现在 它这个下跌脉动还在同一组脉动当中 也就是说它还在下跌当中 这个脉动 那这个脉动它结构要让它完整 我一直想到说我们会去抓说 它有机会止跌 都是结构要完整 结构要完成 那一般所谓的完整就是说 一二三四五坡 一二三四五坡 比如说这 那如果说像这一二三四五坡 你正常会反弹震荡整理 然后看是要回升还是说另外跌一段 可是它没有 它弹了一下子马上跌下来 所以它还是同一组脉动 那同一组脉动变成说怎么样 变成说像上礼拜 上礼拜有7月1号这个 它期货是从16693起跌 最后一个脉动最高是16755 然后正式起跌16693开始下来 这边有一组小脉动五坡 这个地方1480是当然有机会 结果它弹了两天马上要下来 那我们就定调 它其实这个1669下来 它上礼拜有到14128 它还在同一个下跌脉动当中 那变成说变成说这个是一个1 跌了第一坡而已 它里面有12345小坡 一个脉动 然后弹回来2 然后现在是在走这个3 哇老师那不得 那这不是一个主跌段吗 那123 12345坡 当然第三坡通常会比较属于主跌段 可是因为你看 因为它这个第一坡已经很长了 跌很深了 那现在第三坡正在跌当中 那有时候它譬如说变12345坡 如果说它第三段止跌之后做一个横台以后 第三段结束以后 你发现说 它第三段比第一段还要短的话 那其实变成说 它不是说主跌段就一定很深 它变成说是大中小的结构 一样12345坡 一样是12345坡 可是它是大中小 那这样低点就比较就不远了 是这个结构 那好那当然现在重点就是 你现在就追踪最后这一段的一个下跌脉动 对不对 最后这一段你要让它直稳才有机会 当然变成的过程都会反弹 可是这个反弹都应该还在这个下跌脉动当中的反弹 都还在这个下跌脉动当中的反弹 不是像类似这一种 这一种是怎么样 特别说这一组是跌完了 这过程有没有反弹 有可是你看它都弹一点然后马上下来 它就是还同一组脉动同一个轨道 然后弹了这个以后轨道就破坏了 有没有 好那现在这一组你看 特别说它这个下以后 这个轨道到现在也还没有越过 所以它还在同一组脉动里面 这是一个现阶段关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要注意它现在是在同一个脉动当中 正在下跌当中 正在下跌当中 那你从小时线也可以看到 小时线最高是从这边16811 那因为这边做一个小头从那边正式起跌 我们就怀疑说它 你算的话12345坡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这个结构开始下来 那因为这边有一个轨道 那边12345坡 所以这边谈以后破坏轨道再继续下来 照理说这应该是我们说的这个12然后这个3嘛 就我们期货规划的这个结构 它从166的下来是一个12然后这个3 那这个3的话看它先止跌再说 先止跌再说 那我们从7月1号卖动来看 就是7月1号上礼拜五 14128 这一段这一段 这之前在聊 我说这个地方12345坡它是一个卖动 你一个卖动完就有机会止跌 可是那谈了一点点马上下来 就是它还同一组卖动 同一组卖动变成说 这个12345坡是一个卖动是一个1而已 谈回来2 那现在是在3 这14128 这上礼拜五 所以这个第三正在跌当中 第三 那7月1号上礼拜五 那就看它最后这一段 这一段看它怎么 这个3怎么跌 15400到14128 15400到14128 我说这个结构看起来是应该还 还在往下当中 好 那今天再破一点点跌 上礼拜第一的14128 今天来14025 一样好这个结构 这棋子 棋子15400下来 目前看来当然你说 马上很大胆假设说它已经止跌 当然还延迟过早 因为目前看来只有看到这个卖动 它是一组卖动还算漂亮 这一组 那这是一个明显的一组 那一组以后它早盘是有这边来回回震荡 因为尾盘又破一点点跌 当然这破一点点跌不多 不多 是不是说把它视为是同一组 那当然这种架构 目前这个轨道 这边有类似一个轨道 类似一个轨道 还在这个轨道上面 那这边是有一段没有问题 有一段没有问题 那你这边有一组 那这样的架构 当然现在来判断说 它这样已经止跌 当然是延迟过早 可是仿佛可以看得出来 譬如说假设这边有一组 那前面搭配这一组的话 那是小的12345坡 那这边这一组 有没有机会先止稳 先止稳的话 这边可能拉个横台出来 这一组就越过下降的一线 那搭配前面那一组 那可能还在小组 就第三小坡就有机会 因为这个都还在细微坡里面 还才刚 今天也才刚破底 才刚破底 然后马上断定说 这个12345坡 因为它并不明显 特别这是15分钟线而已 这15分钟线 特别如果你看小时线 其实没什么 它就是一路的一直下来 一路的下来 好 搭配啦 这是15分钟线的棋子 搭配大盘同步 特别大盘是最后的卖动 是从15656下来 15656到今天的14167 这边看来也是 当然你说这有个卖动 这有卖动 这都不懂 这一组最明显 特别这是一个很推动的 很漂亮的这么一组 那一样 这个早上跟同步跟起货一样 也在那边来回震荡 完了也是破一点点滴 好 破一点点滴有小拉回 有小拉回 那如果说这边有 变成说有一个12345坡 那这一组是还算漂亮 这一组还算漂亮 那如果说这一组先止跌 那民众有时候反弹 可是弹回来 你这边还有一组 所以是整个卖动 大概说现在它把它先断定说 它已经 就是整个完整结构 可能性不高 我们这样谈话 可能性不高 整个还没有出现一个 比较完整的架构 好 那我们还持续追踪 这都细微铺的部分 这都细微铺的部分 那重点是 比如说现在一段 这个整个风声喝力 一路下来 当然比较保守的做法是说 比如它整个卖动 出现一个 类似恒代已经很久了 或是已经有断开来 很明显这一组断 能结束一个断开来的话 当然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 那如果说断开来 那可能有机会就说 那这个第三段结束 比如说大阪 我们跟着大阪 这第三段结束 那第二段结束 它整理整理很久 发现第三段 比第一段还要怎么样 还要短 那还要短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刚刚讲 那可能它是一个大中小 未必说主跌段 第三段就一定跌对深 不必 因为它出第一段已经跌很深 它第一段 第一段我们回到 它第一段已经跌很深了 头发这第一段 这边16693到14804 头发这边 1800点 超过1800点 将近1900点 这一段 这一段 这第一段已经跌很深了 跌很深 你说小来1235波 其实是很有机会出现一个 大中小的结构 也就是说它主跌段跌得没那么多 然后再来整理一下 就最后一个小末的一段 可能一下子马上就结束 然后就大概整个脉动就结束 那当然 这个是我们先评估 先预判说 它是有机会这个结构 因为第一段确实太长了 太长 那重点还是一样 你这一组 这一组 你先让它止跌再说 头发先让它止跌 当然止跌也会反弹 不过这个结构 你说它谈得要很高的可能性 暂时是没有 可是因为现在行情很大 这震荡幅度都随便都三四百点 两三百点 你说不多也很多 可是整体 如果你把它放在K线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很小 比如你看早上 早上这两三百点 那边跑来跑去跑来 其实都一点点而已 而且这还是四五分钟线 都是一点点而已 两三百点 在那边混来混去混来不去 都只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个架构 特别结构当然 这个结构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比如说这一组有机会 好 那我们先评估 比如说你现在要做 好 你要空的话 现在以这种结构 当然是你要空 要弹高才可以做空 因为它随时有机会说 一个脉动暂时跌完 那它这个跌完 这一组跌完也就会弹 弹了以后要空再来空 要空再来空 那当然拉回来 要回来逢低抢买单 当然也可以 那停损都设好 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 那当然整体的 目前还没有看到 比较长线的结构跑出来 目前它还在一个下跌的脉动当中 还在一个下跌的脉动当中 而且还在一个第三小坡而已 还在第三小坡而已 这是目前的一个 齐全的一个部分 齐全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搭配这个大盘 也雷同 不过这结构完全一样 同步 只看到这一段很漂亮 然后你去搭配前面 搭配后面 然后看怎么结构来 来去推演 来去沙盘推演 是目前齐全的部分 所以现阶段的这个架构 当然齐全来来回回 做这个没有问题 做多做空都可以 这是个股的部分 我说一直想到现在 现阶段个股的部分 就算这个地方 我们判断有机会止跌的 这个地方 当然现在是错了 这个地方我们有判断止跌的地方 也不是会贸然 全部股票一直进场 没有那回事情 当然有进一些 可是逢高你要懂得调节 要再调节 那调节完之后 压回来 我们还会再重新注意的个股 其实像今天都已经都又拉上来 这个我们待会一档一档来讨论 一档来讨论 那齐全的部分 选择权这个部分 这个超级任务 之前当然是一个机会才 那资金控管要做好 那6月份的我们有做一次 做一波还不错 那个5倍跟7倍 6月份的这个 这个买 5、6、16号买 6月的买全 这个56点买 这三天而已 跑到就已经5倍了 然后这个是5、6、16号 也是16、7、0买全 这33点买 这也是三天 三天的 33到23也是7倍 差不多是7倍 刚刚那5倍是7倍 那是漂亮 这6月份的我们是做得漂亮 那7月份的 展望7月份 6月份就是做这个 这个地方它 前面有一段 我们是看到有一段止跌 这一段有止跌 然后做一个小A 然后小B的来回5次 第5次的最后点 5、6、16号买进去有3天 有800点 三天涨到800点这一段 当下800点很多 可是后来看 因为现在行情确实真的很大 这三小根而已 就800多点 八、九百点 那这里就可以做到5倍、7倍 那当然现在7月份的下来 你说现这段 假设了 整个还偏空 盘式还偏空 你说现这段才要再去做空吗 假设现在明天 我一直强调 这大盘 大盘它好像一个小结构 它很长 如果说大中小的结构的话 第一个低点不是很多 第二个很多个股 你现这段除全息 要卡到说 可以去做空的个股 它不会强势回补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有的已经跌得很深下来 你先去思考说 好那现这段 现这段应该是来等埋电 比较把格局稍微把它拉大一点 比较眼光稍微放 稍微长一点点 应该是有耐心的来等埋电 虽然说老师你说 他这一组 他一二然后第三坡 可以很长 我说有机会是大中小 那如果说大中小的结构 其实在现阶段 尤其是第三坡 第三小坡如果说 它比较完整架构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大概很多股票就要进场 大概很多股票就要进场 在第三小坡结束的时候 因为就算有一个第五小坡 那大中小 那第五小坡就一点点而已 就不多 不多 这是相关现阶段的 如何来应归进退 你接下来的策略 个股的部分 个股的部分 你说齐全的部分 齐指的部分 当然多空 那个灵活操作都没有什么限制 没有关系没有问题 个股的话 因为做空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尤其是现阶段 除天息旺季 要做空比较麻烦 而且很多已经给人家去追的话 其实有时候 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策略 那不如 不如等 等说 我说这个第三坡 它其实这种结构 是也快要有机会 已经它先暂时高一个段落 已经快要有机会 只要它第三坡高一个段落 其实很多个股就可以赶快去进场 重点是选股的问题 选股的问题 那我说我们现阶段 还是会把它 个股倾向在 独树一格的强势组的上面 那当然现阶段还要更精简 我说你说很多现阶段的个股 一些比较名门正派的 然后后面营运动力也都很强的 EP是很高的 其实现阶段是较好不较做 较好不较做 可是其实它改天会不会涨 会涨 不是这个阶段 不是这个阶段 在这个正要落底的 然后有机会大一波结束 转大B波的这个交接之际 那些个股是暂时不会动 可是它以后会动 以后会动 好那现阶段会动了 我就说会一些比较特殊的 一些比较独树一格的一些强势主流 当然现在我们会比较 倾向会操作那一类的个股 可是一样 头发那些个股还是 有些你还是要懂得拔挡 那拔挡以后有的拉回来 你还不可以再注意它 不必 比如说我举例 头发像你这个东哥有 头发我们自从出场以后到现在 我们就不会想要再重新接它 为什么 当然后面那运动我会去参考 还有没有那个价值 以那现阶段的价位 之前4月13号这个137 我说到第五波往上走 它就一路走走走走走 走到188.5 对不对 这我货位出军 这出的也相当漂亮 4月18号 一出完当天又一路下来 然后下来到146 这边AB然后CE235波 从这里到146又往上做 又到199.5 然后199.5在这里又拉回来 拉回来177我们又做 最后一个是在177买的 最后一个是在177买的 买完连续拉4根 525号我买177 27号涨停 28S30涨停 这都连续性的 因为是37涨停 621号涨停256 涨停那一天 我们分两天把它卖光光 8478东哥有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买点在这个地方 525号这里买 177买完1根2根3根4根 这是连续性的4根涨停 到256 那这个单子也处理得很漂亮 256那天怎么样 621号我把它出光光 621号涨停本来在挂产附近 把它出光光 后来改试价 都要出250几 这也不错 177买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价位 我之前更低的没有讲 那已经获利出清了 最后一个成本是177 177 这个也42% 出完以后 隔分两天 621号又把它出清 都在250以上 出完以后 头发出来以后这个股票我们从来没有再接 就是从来没有再接过 头发你出完以后再这两天 这两天出完 这两天出完 256 256这两天 都在250几出完 出光光你要一路来 一路来我们从来没再买过这个股票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爬到165 比我们买的这个177 最后一个买的还要低 有没有 那因为这个结构变成说 它已经大概暂时这个已经走完 你说强反弹这个结构 我们就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我们第一个会抢反弹的是有两个结构 两个理由 一个是说至少还有一个反弹 我想的是至少 或是说有机会另一个脉动的推升 买进了两个理由 比如说拉回来我们回去注意买进的时候 它可能还有另一段的推升 或者说至少还有一个反弹 我想的是至少 可是它都只有反弹 就算你这边拉回这边反弹 而且这个结构有时候就一波到底就没了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想要进入这个股票 这是不同 有些股票之前 它之前是独树一格的强势主流 之前比如说东哥有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在讲说 这种是独树一格的强势主流 搭顺风车完了以后 获利落贷就不要管它了 那你如何去判别 如果去判别 那我们接下来就不要接它了 当然这个美感很多 可是重点是后面的营运动 你看它有时候衰退的幅度 确实也不会吸引我再重新买进 那譬如说这个就不一样 625这个离端 这625我们拉回来买 你都不要去追高 拉回来再买 拉回来买它的话 买它57.8 也在很快 57.8很快拉594 612 然后怎么样 64 然后那一天67 然后后来又一路拉 这都连续行 怎么不过大盘那时候还中错 它67还涨6%多 然后629 它71.5涨7%多 这一天最高点 我们把它也把它出了 也确实出在当天 出了也很漂亮 出了也很漂亮 625的力端 出完那天629号 629号 为什么要出 629它长这样 我说这个9波 123456789 当然这个不是我常讲 那种比较特殊波形 未标是扩研不是这一种 而是它里面有一个扩研 加起来9波 9小波 加起来9小波 那加起来9小波的话怎么样 它就是暂时这个脉动 它告一个段落 那告一个段落好 我们把它逢高出清 对不对 629 629嘛 625力端 市价获利出清 12点26分的时候 出的时候也不错70块多 都70.6左右 还成本57.8 其实这也中不少 也不错 57.8这70.6获利出光 出光以后你看 它拉回来到66.1 上礼拜也到62.1 今天到59.6 那我就为什么要讲6245的力端 它这个拉回来 这种拉回来 头部这种拉回来 625力端 我就会想要去注意它为什么 头部这边有一组 譬如说这一组是结束的 这边我之前说 这边有一个结束 然后拉回来 拉回来你看 刺激上去我会买上去 买上去它要推一小段 推回来它现在从71.5 这边是56.1到71.5 你自己去算 如果推出去一个 如果它是一个推动的话 你这个拉回来 这个拉回来 今天59.6 其实这个拉回来的幅度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相对这个地方 不是说刚好 今天这个低点就是最低点 不是 而是在这个拉回来 这附近 今天拉59.6 其实这附近是一个 相当临界的架区 相当临界的架区 你自己去算它的幅度 自己去算大概0.7左右 这个地方 那你看 这个拉回来的 0.618 0.7之间是附近 你如果说这个六二代真相对 下不去 其实它是有机会再往上推的 也就是说这边推了一段 然后拉回来扩延往上走 当然这个推出去拉回来 跟前面那一组已经断开 因为这拉回来都重叠了 它不会说 一二三四 这样重叠不是 这边结束 然后拉回来 这推出去 拉回来再推出去 它就会 有机会的话 就这样 它这个是同一组 买动出去 是同一组买动出去 那如果同一组买动 等于是这一组才是第一小段而已 第一小段拉回来二 这边前面不要管 前面一个曼龙走完也不要管 从这一组的话 开始有没有机会 是一个一二三四五 这样的结构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就会特别来注意 因为它后面那营运动能 确实营收是大幅度的上来 是大幅度的上来 这六二四五的力端 六二四五的力端 很多股票拉回来 我们会去特别留意的 比如说来 这力端是一台 红宝也是 红宝也是 你如果假如这个地方 像我说第三段对不对 出去66.5涨停 最高到70.6它拉回来 70.6它ABC回来 回来我们又进买 624号我们又买它 买它 我说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我说买它的结构有两个原因 一个有没有买到另一段推动 有机会 或是说它持续整理 那这边的地方拉回来买 买它另外一个VPO反弹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要买它57.5 我就到58.9 最高到62.9 我们后来那上礼拜我把它出了 也还出了相对高 不错 出完出完它拉回来很深 今天 当天 那天出完达52 今天52也没破 52.3 它还有达了9% 这种相对强你看 差不多类似这种个股 只要大盘不要说 全部人崩跌线 这种个股起来 它都还有机会有表现 有没有 有没有 都还有机会有表现 好了 当然这个不是重点 不是只看这一根 现在重点是 这地方整理完 有没有机会马上推 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拉来回回就要很久 很久我们也没有兴趣 我们讲坦白话 因为它可能要进入第四大坡的整理 那时间会很长 会很长 或许在注意它的时候 它如果能够快速拉出去 那第三大坡扩延的话才比较漂亮 3-1那拉回来3-2 做它3-3 如果没做它3-3的话 你第四坡进入大整理 那这个就是要暂时怎么样 先避开一段时间 或许你要短线操作当然没有问题 小区间 小区间 好 这是5258的红宝 5258红宝 那宇治也是 所以这五十几跑到68.3 然后拉回来57.3 又很快 我们又买59 又很快冲到多少 又冲到71.2 然后除2.7 再加回去再加这边 然后它又拉回来 今天拉60.4 一样 647.4 这种拉回来 我们高出以后拉回来 我们都会注意它呢 因为它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是一个多头的结构 这647.4的宇治 647.4的宇治 还有像这个中探针也是 特别这个拉回来我们买 上去我们也有高出 那高出以后你看 它今天拉回来最低53.6 拉回来涨停 特别拉回来涨停 617 这都是我之前给你提的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结构 其实它这个推动已经破坏了 那没有关系 可是就是说它变成说怎么样 先震荡没有 那震荡逢地还是要买 逢地还是可以买 比如说它整个结构呢 暂时另外一组推动呢 暂时没有了 可是就先区间 先区间 时间不太够 来 我说个股的部分 这个地方选股特别的重要 要精简 然后读书一个强势主流 这个部分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甚破浪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人货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常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人货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 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缔 至违规太阳为主 如2EB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 则以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 连续为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6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携手把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署 感谢您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目前我们在追踪 最后这一组下跌卖动 那目前看来 不管从期货 从大盘看来都一样 它从这个地方下来 到现在这个下跌卖动 还在进行当中 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地方先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谨慎一点 好 各股的部分 包括精简持股 精简足述一个强势主流 那种理念的话 您跟上我们脚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名车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扑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指数 0227810909 27810909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